真的假的 要會擔任頒獎的人咧 由映正好導演發起的金狼獎 是為了讓大家看到更多辛苦的MV 目前幕後工作人員所設立的獎項 12日舉辦發布記者會 特地請來度驚的愛依良單戀嘉賓 真的假的 要會擔任頒獎的人咧 你們敢讓我翻 我想問一下愛翻 愛依良 貴求您的心理陰影面積 請問現在有多大 現在還好慢慢的縮減 真的好多了 對 我覺得一開始當然 一定要跟大家道歉的 畢竟這是一件這麼重要的事情 但是之後呢 也像是跟建偉老師私底下有交談 然後也得知他其實也不太在意 對 就是等於是我被他開示了 我就因此認識對方了 然後目前其實我們有在準備一些合作的作品 對 所以對我來說有點像是 贏獲得 你們會在邀請你班牌嗎 你是會答應嗎 我應該是會戰戰兢兢的上台 但是會答應 我不能讓他成為我人生的伴教師 當初真的是什麼勇氣 會想要創這一點 說實在這一點是因為 看見跟你一起創作MV的音樂企劃 到歌手本身 然後再到你的工作人員 其實他們對於創作MV 都是非常非常付出的 然後沐導演 他一開始就批評 我答應還是其實是被拒絕的 其實我要找他之前 我也是有遠久 因為我想說 我也是從小看他的MV長大 真的是從小 好 然後就覺得說 哇 這個如果可以有這樣的大學長在 是不是這件事情會顯得比較 更有意義 而不是只是我亂想而已 對 但是阿牧導演 真的是一次他就 非常的爽快答應 因為我們住了比較近 我怕他一直在犯我 我覺得這個整個職位 其實都相當的辛苦 原因是因為這個 是一個從無到有的一個獎項 然後其實從無到有最困難的 因為所有的東西都是不一定的 可是也因為所有的東西都不一定 所以這個整個事情 有更多的可能性 更有趣這樣 金狼獎我們要重磅登場了 就是我們的第一屆 我們的口號就是 一名金狼 對吧 沒錯 一名金狼 對 希望這個一名金狼 可以讓大家看到 更多為MV藝術付出的工作者們 第一屆金狼獎 讓你一名金狼 好 嗚嗚 嗚嗚嗚 這樣很可愛耶 好